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为止就是因为只有中共宣布了这件事情 那么我想收集别的国家的情报呢 这种事情一直都存在 它不仅在敌对国之间 其实在盟友之间也有 但是呢就是说 达到不同阵营的这种间谍战 只有两个是比较大的 一个呢是冷战的时候美苏 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的中美 最近中美之间公开高调的 曝光的这个案例 还有呢双方政府对于这个 情报战的这个态度 是相当集中的 短时间之内呢爆发很多 那么这个在美中关系恶化的这个情况下呢 其实是更有意义的 所以说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 就一个中国的军工企业一个员工 他是公派到意大利去进修的 这个过程也就是说他是很受信任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被美国中兴局给收买了 那么这个可能性呢也很大 毕竟嘛美国对中共军队装备的这个发展 还有他的装备的更新 那么这部分呢其实都是军工企业的事情 所以他们是很重视的 那么上次我谈到哈 就是美裔的美军军人海军 呃被收买 和他的家人 还有他的朋友圈呢是有关的 那么 换个角度看 那么 给美国提供情报的人会是怎么样的 那么这个 这个人性真好 那么曾某人呢 其实在他的环境当中 他有更多的机会 在价值观上面亲美 就是说那两个人可能还仅仅是为了钱 那当然也有价值观的问题 但是这个人呢 在价值观上亲美的机会就要大很多 事实上中共在公布的时候谈到了两点 一点呢是他的就是认同了美国的价值观 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他收拾了巨额 经费 我不相信这里头有巨额 这种巨额 能达到什么程度 中共肯定不敢公布真实的情况 我甚至认为这个人很可能是 就是完全出于价值观的这个 考量去跟美国提供情报的 如果这件事情真的话 中国的技术专业人员在内心 亲美的比例非常高 为什么 很重要的原因 你再战狼 战狼到一定程度的话 你去看那些战狼或者是那些粉红 就他们一直为中共这个辩护这些人 攻击美国的人 很重要的程度是他们基本上没有专业 就是说他们并不知道在专业方面 美国有多厉害 所以说美中国的技术专业人员呢 就是因为他们在各自的领域 美国的技术和产品 都是他们这个领域的 学习的榜样 就是你还有奋斗的目标 就是最高你也就是能达到那个程度 但是奋斗过程当中能不能达到 这个是很值得怀疑的 所以说他们是知道美国在这方面厉害的 你别看说哪个是全国产 哪个是全国产的 里面一定有美国的技术 美国的专利 美国的呃 呃原件 所以说技术人员在心里这个和认同美国这个机会非常大 要比整个人口的这个机会要大很多 其实早期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亲美 没有亲书的 呃 那么中共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宣布呢 一般情况下啊 呃 中共抓住美国间谍都是不声张的 你像美国这个前一段时间 前几年在在华情报网不是被破获吗 破获以后几乎是一网打尽 还有人是被在他们单位里被当众枪决的 那么中美双方在发生这种问题的时候呢 其实大家都不作声 那些事情美国也没有作声 就是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像没有发生一样 美国是过了很久以后才披露出来很少的一部分 那中共到现在都没有承认过 就是破获美国的情报网 所以这一次呢高调宣布的话呢 我觉得是主要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是就是对美国起诉两个 华裔海军人员的这个不满意 所以呢要对等报复一下 那既然你高调反间谍 那我也来高调反一个间谍 好像我们两个差不多 其实这两个是不对等的 他意思就是彼此彼此 谁也别说谁坏 中共他并不关心这两位华裔海军人员的安危的 甚至都不会承认是收买了他们以获取情报的 但是呢因为起诉书里面 把中共给曝光了 中共的情报官员给曝光了 所以中共认为呢有必要呢有所回应 但是他不能说你抓了我们的人 他不能这么说 所以他也抓人家两个人 意思就是都是一样的 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中共去震慑带路党 刚才说了哈 就是中共的科技人员呢 他亲美人数比例很高 这个呢其实跟我们的印象 在美国的华人当中亲中共的比例 其实是不一样的 在美国的华人当中亲中共的比例 是被严重高估了的 就这些人声音大跳得高 但实际上人数并不多 这个比例非常低 最近有一个民意调查 我想大家可能也听说过了 就是在亚裔美国人当中 他们调查了七个不同族裔的亚裔美国人 对母国有好感的 华人比例最低 只有41% 其他的国家都超过半数 都在50%以上 愿意回国效劳的大陆人的比例 也是最低的 只有达到16% 这个非常低的比例 也就是说 但是目前这些人 一个声音大一个跳得高 再一个是危害很大 就是他们一旦被抓以后 他对其他的同行业的 同样情况的华人的 这个威胁非常大 就是说 就造成这些人被连累嘛 就这个意思 虽然说不会在法律上有连累 但这种意识上的 感觉上的这种连累 这是很严重的 人家还不跟你讲出原因来 那么和这个相对应的呢 是就是 随着中国的经济的下滑 而且房地产现在崩溃 制造业外流 很多行业呢 被打压 所以现在呢 对外认的人呢 非常多 认不出去的 愿意留在中国 或者是没有办法 只能留在中国的 愿意去当带露党的呢 会更多 所以中共呢 需要用一个案子呢 来杀一警百 为什么高调宣布这个案子 但这也说明哈 这个人可能不是真正的间谍 他所谓出卖的情报 我估计哈 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情报 真正的间谍 中共不会去公布的 所以他的可能是 真的是就是被 同意了 给了一些信息 但是我不觉得中共有什么 特别值得 美国花这么大力气去 弄的信息 美中间谍战当中哈 他们的内容是不 不尽相同的 当然在军事上的话 双方共同的都是要获取对方在 这个战争准备啊 军事部署啊 还有战略战术啊 等等方面的情报 双方都需要的 但是呢 中方比美方多一个 这个情报的目标 就中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就是窃取美国先进的军事技术 这点美国就没有 没有多少需要从中共方面去 获取的情报了 他只是想知道 你处于一个什么状态 他但是他不是说 去偷了你的这个技术 我来学 我来这个模仿 都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几乎不存在哈 所以说中共方面呢 是需要偷技术的 美国 美国方面在这方面呢 是比较少的 那么随着两个国家 和亚太的国家 越来越进入这种 战争准备状态哈 抓对方间谍的事情 会越来越多 不过到目前为止哈 就是我刚才讲的 就是对中共对美国的情报站的 还有网络攻击的这个 相对美国对反过来 对中共的这个 范围和数量的话 中共都是要 要大的多 而且呢 中共是取攻势的 美国并没有取攻势 也就是说呢 中方对美国的威胁是最严重的 是完全不对等的 美国对中共啊 其实是没有什么威胁的 他对中共对外扩张也 心有阻恶作用 但是他本正对中共的 中国的安全 中共的安全 其实没有威胁 就像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和网络司令部的司令哈 就是那个马上要退休的 陆军中将 他昨天在华府啊 那个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呢 有一个发言 他说北京在网络安全 全球间谍活动和其他国防 防务领域的挑战 对美国是最全面 最严峻的 而且将持续几十年 他说他在这个 从事这个职业 几十年当中 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就这么严重 所以这 现在美国基本上公认 就是在情报站网络站方面哈 中共对美国造成的威胁 是冷战以来最严重的 也就是说 只有两个可以比 我也开始说了 一个是冷战的时候美出 一个是现在的美中 这是这个关于这个间谍的问题哈 我们现在讨论一下 就是关于医疗行业整肃的事情 网上传说哈 就是有这么 长州有个女医生姓朱 说她被抄家 说超出多少呢 1.5亿 20套房子 4000万现金 30斤黄金 然后官方呢 就 就辟谣了 说是 数字不符合 但是呢 他没有说实际数字是多少 那我个人看呢 这个数字哈 应该是 不会有这么大 这是被 大大夸张了的 呃 这个他 他为什么以前我们看到 动质几亿呢 他不是一笔一笔得来的 呃 不是说一个人行货 一个人行货 能行货这么多的 他一定有那种大的承包项目 就是说 呃 比如说军事采购 这种数量 一动就是上亿 呃 而这种像个人就靠手术 回扣呃 这种 能够有这个 1亿以上的收入 我是很怀疑的 还有30斤黄金 但是问题这个消息的传播呢 虽然说 说是否认了 但是呢 其实他并没有认真的去否认 他只说 所以在中国这种情况呢 就是说呃 你说这是不识信心 那么大家就相信这个 这是真实的 呃 但是呢 我认为这是当局有意和 让这种消息去流传的 就是 甚至连他的否认 都是 出进这个消息的流传 因为 他并不是封杀这个消息 他是 这个 出来否认 所以只会流传的更快 那为什么呢 就是让民众对这种 天文数字的这个情 呃 这种 这种情况哈 呃 让民众煽动起民众的愤怒情绪来 就是煽动仇富 那么共产党呢 又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又可以做好人了 呃 其实我个人认为哈 当然数量这么大 我不知道 我不认为 我不认为 有这么多 但从这点来说的话呢 我个人认为哈 这不属于那种真正的腐败 真正的腐败 其实特指政府官员的腐败 就是腐败是政府官员的特权 呃 医院呢 是办公办私的 呃 但是他也不算私营企业 他处于中间 你像私营企业哈 他贪污就是贪污 但他不是腐败 腐败就是权力 就是只有权力 才能称腐败 那么作为医生呢 其实更多的 他属于专业人员 呃 你可以说他这个收 收入不合法 但是呢 这个和官员利用权力 摄取的 是不同的 专业人员嘛 呃 这是 其实这是一种供需平衡 就是在中国的话 可能就 因为这个人好像是一个 呃 颅腺癌的专家 而且据说呢 他的手术 做的呢 就是 呃 复发率非常低 做了很多很多手术 复发率非常低 所以这就是一种供需平衡 就是说作为一个 在专业方面的 很拔尖的人物 人们为什么 大家愿意去给他钱 他为什么能够得到 更多的报酬呢 就是因为 病人愿意 就他认为 他的服务比别人高 所以呢 呃 愿意给出更多的报酬 当然你说 有人说我就是不愿意 那你要好的服务 你为什么去找他 你可以找别人嘛 因为这是你自己 病人是有选择的 你可以去找别人去的 就是不管是主动 还是被动的 就是给他 呃 付出超额的费用 就说明 大部分别人相信 多付出的这个部分 和自己得到的 优等的服务治疗 是相配配的 给你就是因为 你给我提供了 更好的服务 因为这是一个 这是 这可以说 在某种程度上 它是一个 供需的关系 是一个市场 偏市场的 就是说你 你可以不去找他 你可以找别人 你说你太贵了 我去找别人 对不对 呃 就是这么情况 这个就是市场规律 那么有人付出红包 付出红包就是 病人认可了 这个医生 他的实际价值是什么 当然对于病人来说的话 你可以说这是不合理 但是这个不合理呢 呃 不是明码标价的 但是不是明码标价 那个不是医生的错 是医疗系统的错 是医疗体制的错 医生之所以能够 在这里这样做的话 是实际上也是 医疗体制规定的 当然如果说医生的职业 到得很高 很高尚 他拒绝受红包 这个是值得称赞的 值得表彰的 但是呢 对于收了红包的 就说你要去提供 你要想争取更好的服务 呃 这个呢 你不能说他是 和政府官员的贪腐 去等同起来 毕竟政府官员的贪腐 他完全是依靠那个权力 而不是他个人的任何能力 而这个是依靠个人的能力 那么对于揭发医生 索取红包说是有一个人 说某个病人反应的话 说朱某手术前呢 所会 呃 十万 否则的话不保证手术效果 呃 我不知道这是真是假哈 呃 估计也是假的 但是呢 不排除有这种情况 因为医疗上的 这个 呃 中国民众三座大山嘛 其中有一个就是医疗嘛 医疗难 但是我并不赞赏这种 事后揭发的行为 你要就是不要给钱 如果 贿赂是犯罪的话 其实行贿和受贿 应该是同同罪 同等的 你像那个上次我们谈到的 陈军哈 呃 就是 洛杉矶的那个亲共侨领 然后在 纽约搞事被抓了的 他犯的就是行贿罪 他试图对美国的政府工作人员 就是税务局的人行贿来 达到他的目标 行贿就是罪行 呃 另外呢就是 当然还有哈 医疗资源不公 大家说那为什么其他 我我没有钱 我为什么就不能得到好的医疗服务 这是制度的问题 这是社会制度的问题 这是中共统治的问题 呃 这个和 朱某这个医生 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说 朱 即使朱某不受贿 不拿回扣 他也和多数看病难 和这个看不起病 没有任何关系 你把朱某抓了 原来他那个地区的病人 绝不会因此得到廉价的 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所以这是要针对中共 而不是针对哪一个医生的 至于说他如果违法了 按法律处理 那是另外一回事 反腐是中共解决自身矛盾的 一个法宝 中共的腐败 它是制度性的腐败 但是中共反腐呢 却把自己的这个 从目标变成了一个 主持正义者 就是说 反腐把腐败变成了 个别人的道德问题 哪怕这个个别人 是官员总数的 百分之八十 甚至百分之九十以上 他也会说 这是少数人 这是个别人 所以反腐呢 使人们对腐败 就是非常痛恨 然而对造成腐败的中共呢 却不追究了 甚至因为呢 反腐而称重中共 说啊 这个有决心 这个处理这些事情 他没想到 这个问题就是他造成的 所以当大家看到 中共整治医疗系统的时候呢 呃 大家很高兴 觉得可以解决 看病难的问题 不 看病难的问题 绝对解决不了 这是上次我谈过了 所以说 没有理由高兴 因为这没有解决 任何问题 反而可能是 真正的祸首中共 来逃脱罪责 呃 最后呢 我稍微说一下哈 就是这个 目前美中关系当中的一个 呃 类似于脱钩 或者是减少美国在 这个中国的存在 呃 拜登呢 刚刚签署了一个命令 就是限制对华投资 主要呢 是三个方面 一个呢 是先进的半导体 一个是量子计算机 呃 还有一个呢 部分限制的呢 是AI 就是这个 人工智能 就这方面的投资 那么这个命令呢 呃 还禁止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 参与被禁止的交易 那么看来呢 呃 刚才讲的就是这三个方面 那么这个是继高端芯片精灵以后呢 对中国高科技的又一次打击 这个是可以预期的哈 因为这些领域呢 是中共最希望弯道超车 战胜美国的 这是最典型的就是利用美国技术和资金 来反过来打垮美国 这是这么一个战略 呃 说句笑话哈 资本家是很难抵御 就是把 把交锁 把给自己的交锁 卖给筷子手的这个诱惑 他很难抵御这个诱惑的 所以只能由政府来出面 不过我关注的呢 是即使在这种四面被围的情况下 中共试图突围的情况下 他仍然是继续的打压美国在华企业 其中之一的我们知道哈 就继续打压国际上在 呃 在美 呃 在中国的这个事务所 包括律师事务所啊 等等 还有咨询 咨询呃 公司啊 等等 就是他通过将要实行的新的这个 呃 网络安全和数据处理的 这个法律规定 让更多的美国律师事务所呢 加快撤离中国 那么在这之前我们知道 还有对美光的制裁 对美国咨询公司的打压等等 就是说 呃 他在这个减少美国企业和资金 在中国的存在 这方面来说的话 现在我看上去 美中两国政府是 竟往一处死 大家朝一个方向使劲 就是把所有的美企都赶出中国去 那么为什么是会是这种情况呢 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话 美中终于达成了一个共识 就是尽快地把美国企业赶走 你说要赶走美企 那么 你就不应该 抗议拜登的这个投资禁令 因为那是帮助你 你需要美国投资的话呢 你就应该欢迎美国公司 不应该把他们赶走 所以说 中共做的事情是矛盾的 我认为这个呢 是习近平的一个 他的一个理念 就是他相信他能够做到 就是既严格的限制外企 又能够吸引他 吸引到他需要的这个高技术和投资 来自美国的 这和他的这个国内政策 是一致的 就是说 这两件事情毫不违和 就是他可以 他认为把私营企业 纳入政府的严格管制之下 同时还能够发展民营经济 那就就是这种矛盾体啊 在他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 这是很有意思的 问题现在在于 整个中国的政策 就是按照这个走的 好 这个看一下上一次的问题 一个是两位朋友呢 指出我的这个口误 应该是WTO不是WHO 就是说应该是世贸组织 不是世卫组织 谢谢 这个可能是因为我做这个 世卫组织 就是因为疫情当中 做世卫组织 可能做多了哈 做多以后就 就说顺口了 可能这个 好 谢谢指出 那么还有一位呢 就是 Vaudience Vaudience 提出来一个问题 他说请教一下 橫河先生对神创造世界的看法 这个呢 我想哈 两个 一个呢 我是推荐大家 看一下 这个李洪诗先生写的 为什么会有人类 这个呢 你可以在 大纪元上可以看到 明慧网上也登的 大纪元上面有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 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首先呢 作为一个 曾经研究过生物医学的人 我不相信人是可以进化来的 也不相信任何动物和植物 是可以进化来的 这个呢 我也建议大家哈 可以看一下大纪元现在正在连续登载的特稿 叫做透视进化论 这是一个很很长的系列文章 现在登了 刊登了一半还不到 大家可以去看看这篇文章 那么我个人认为呢 那么我个人认为呢 就是 这个神造人啊 其实是在东西方文化 在完全隔绝的古代 在不同的部落 不同的民族 都有类似的故事 你就比如说 这个 中东的一神论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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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 犹太教到 基督教的这个 这根筹 它是 是 用上帝造人的这个 这种方式表达的 在中国呢 传统文化当中有 女娲造人的故事 那么 而且呢 基本上呢 都是 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 所以说各个民族 都有这种传说 所以这点我是 我是基本上 是相信 就是 神造万物 神造人 至于说具体 怎么造每个民族的 说法可能不一样 也就是说 其实你再回到这个 西方文化更早的 更早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 包括在中国 在古希腊故事里面 都有人神同在的 那个时期 就是 人神同在 在中国 其实大家看 风生榜 风生榜就是 人神同在的时期 在古希腊文化当中呢 就是 奥林匹亚山上 那就是说 人神同在 那个时代 都有很类似的 这个故事 所以我个人是相信 这个神造人的 好 今天呢 就跟大家谈到这里 还是 今天呢 是 现在干净世界播出 所以请干净世界朋友呢 能够 注册以后 关注我的节目 那明天 明天早上呢 在油管播出 所以呢 请油管的观众朋友呢 能够订阅点赞 转发 然后呢 留言 我可以 这个 今天的留言呢 我可以周一的时候 跟大家呢 再交流 好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好 按 好 谢谢观看